西瓜视频给你新鲜好看 欢迎收看大白话影院 世界杯特特特特特别唱 我是大白话 今天邀请来的嘉宾是小白话 废话说咱们一起来看看 6月29号上映的电影最后一球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 这里是大白话影院 我正在解说电影最后一球 现在也不知道没两个国家正在比赛 球迷的气氛很到位 还真有点三连其境的感觉 作为队长的帅帅哥哥 现在就要进行点球 点进就赢了 不进就死翘翘 帅帅哥深呼吸 起脚射门 球偏出了界外 竟然偏出了界外 这个球要是世界杯的西螺 那就进了 帅帅哥现在很沮丧 很懊恼 很不冷静 跟球迷之间发生了冲突 哎呀 这也太冲动了 通过这一次事情 帅帅哥彻底成为了大家眼中的垃圾 本来人家是有技术的 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也只能怪自己 球队开始不要他 球迷们都开始嫌弃他 常见有机会成为 西螺没心的那样的大人物 如今变得一文不值 人生啊 有大喜大乐 谁也不会一直成功 如果你被一次失败打倒 那只能证明 你不是一个男人 许多传奇剧情 倒有自己不为人质的过去 倒有不堪回首的回忆 是个男人 你就得站起来尿 哪怕打失了鞋 你得微笑 不被现实打倒 不被流言所伤 虽然咱们的帅帅哥 现在被全世界鼓励 但可是那又怎么样 地球上少了谁 还不一样赚 正所谓 少数的骆驼逼马吧 有一支同样被球迷嫌弃的球队 现在正缺一个教练 帅帅哥就成为了 这支球队的教练 万万没想到 这个球队比他自己还要烂 这可咋得呢 没关系 这几年帅帅哥 都已经烂出了经验 你们要想成为世界最强 想成为一个好的足球运动员 必须要恢复训练 把皮球肚都给我变成腹肌 可惜呀 这些球员 根本就是烂衣 扶不上墙 只要你不管我们 我们就不给你找麻烦 说实话 帅帅哥心里也迷失了方向 于是 他就问之前找他当球链的人 到底为啥找我呢 这个妹子就说了 被托起的人 才有可能成功 这句话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 你啥也不是 啥也没有 才会义无反步 没有压力 你就能创造奇迹 人生的不如意 十有八九 球队这边本来就闹心 帅帅哥家里又出了一些事情 一失言 那是伤心的不行不行的 悲伤总是难免的 我们要冲准旗鼓 继续全行 球队不好带 那就努力带好 在帅帅哥的带领下 原来那支不入流的小球队 竟然开始重生 训练让你们体能更加的好 导致让我们更加自信 我们要让那些曾经瞧不起你的人 把眼睛好好洗洗 重新审视一下我们 又让所有的球迷知道 我们踢球 那是认真的 体育经济 需要的是渴望胜利的心 这支被球迷放弃的球队 没有伤心心的球员 在帅帅哥的激励之下 内心在一起燃起了熊火 参加比赛之后 更是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 一路过关斩枪 成为了比赛中最黑的黑马 曾经最烂的球队 打败了很多被看好的对手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 这里是大白话影院 为你转播的足球赛事 现在还是不知道哪个国家 对哪个国家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其中一个球队教练是帅帅哥 自从他上一次丢失点球机会之后 就被所有人骂得狗血噴头 如今他又成为了一支球队的教练 到底是什么勇气 让他做出这个决定 是什么原因 让他把这个球队带到今天的场景 是什么魔力让球迷再一次爱上他和这个球队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只能说这是一部孤独英雄重拾赛场 一个垃圾球队涅槃重生 一场让人窒息的比赛 燃爆所有观众的好电影 很多人只看到现在剧情们的光鲜 却很少有人知道 那些成绩和光环背后 到底是怎样的艰辛和困难 帅帅哥的球队 只需要最后一球就可以赢下比赛 我们要全力一击 我们不能低头因为没有退路 6月29号看足球巨星 如何变身落魄英雄 垃圾球队如何应习成功 今天就转播到这了 不过这部电影还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那就是不要被场里所束缚 记录是用来打破的 奇迹是用来创造的 好了 今天就到这了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支持哪支球队 好不好